国内中华职棒今天是两地开打 其中在台南球场 佟一师的主场开幕战 对手是同样深耕南部的一大犀牛 那一路落后的师队呢 虽然九局下半展开决定大反攻 打下四分大局 可惜最终还是4比5一分影响 推下百仗 佟一师和一大犀牛在台南球场 进行终植26年的第一场比赛 地主派出王牌潘威伦主头 这是他生涯第九度担任师队开幕战先发 但都督在二组上半就早已乱留 这是林万卫左外野方向的安打 送为二组上的林一拳一大选拳记录 接下来犀牛军攻占一三垒 第八棒的方旋踪第一球就积极出棒 这球三垒方向打得强劲 周广胜没能接到 林万卫顺利跑回球队的第二分 这个半局打完一大取得两分领先 多度几个失头球犀牛打者都没放过 四局上手感不错的林万卫 这时候开炮啦 这一球拉的力道相当猛 在右半边 菜鸟林万卫遮发两分炮 让他成为中指史上第三位 看幕战集出全雷打的新人 同时一大在进账两分 比数也改写成四比零 七局上犀牛队长胡金龙 越外野方向补上一只安打 护送三垒上的队友回来得分 一大带下一城五分大幅领先 多度这场先发最后投满七局下场 被敲十只安打丢掉五分 有三分四四则分 赶贯回归中指的罗利 完全压制师队打线 竹头七局只被敲了两只安打 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虽然犀牛守护神罗佳仁 在九局下半登板被接连敲出安打 不但是他首度在中指吊奔 还一次丢了四分 让师队追悼只剩下一分落后 战局陷入紧张 幸好面对刘富豪火丘人投出 再建三镇 中场五比四犀牛金钱 抢下本季第一胜 联合报系谢静雯 郭佩如总统报道 谢谢大家 好